各位大家好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今年我們公司年度開發的直播設備 去年我們開發了一款就是 usb webcam 的 splitter 就可以將這個 usb webcam 輸入之後然後轉出兩路的 webcam 一路呢可以接 電腦一第二路可以接電腦二 啊這兩路是獨立事件 我們今天也要開發類似一些比較奇奇怪怪的產品 因為啊目前的這個直播設備啊 已經不是以前的立即市場了 那一些廠商一直加入加入 然后呢就是東操西操的 像我去一開始做出來一個就是 usb webcam 轉 hdmi 的轉換盒 也就現在被亂操操到乱七八糟 操到最後 連接都有一些小問題了 比如說之前我們做出一款那個 usb webcam 轉 hdmi 的轉換盒就有一些 廠商操了之後 然后呢你會發現說他很好玩哦 他連接這個邏輯的 c922的攝影機之後 然後再連接這個導播機 通常會買這個 usb webcam 轉 hdmi 的這個實機 會用在這個導播機上面 好他連接到這個 antamini pro 這個導播機 你會發現一些很好玩事情 他竟然會出現這個糖老鴨的聲音 好你現在我們聽到聲音 現在聽到聲音是不是糖老鴨的聲音 糖老鴨的聲音 糖老鴨糖老鴨糖老鴨 會呱呱呱呱呱呱呱這樣子 說實際做測試啊 比如說這樣這是圓鋼的這個什麼 pw 515 一出來我也買來測試啊 這個 多少錢一臺八九千塊也是買啊買了就測試啊 所以啊這個你沒有測試 然後就一直這樣子出貨 然後最後 user 買到了都會有一些有問題的一個結果 使用觀感來的使用體驗來說也是不好的一件事情 好那我們今天要做開發什么產品呢 我們今天要開發產品也是類似這個 usb 設備相關的 我在想說啊 有沒有一個設備 好你先想一下比如說像這個設備 就是這個我可以webcam插入之後 比如說像這個webcam插入之後 然後呢他可以四種輸出 第一個他可以接電視 第二個他可以錄影 就是要錄影在這個盒子上面 接 ssd 卡 接隨身碟啊錄影在這上面 好第三個他還可以 這個在 ios 上面做顯示或直播 不見得每個人出門的時候都會來電視 那你也可以利用這個ipad 當成你的螢幕來使用 或者是拿ipad來直播使用 還有第四個要bypass 就是我今天接了這一個webcam之後 有點類似像那個 hdmi的 擷取卡有一些有設計成bypass的功能 那我也要設計成一個bypass 也就說 我接上這盒子之後 然後呢 他有一路可以連接到這一個電腦上面 就bypass 嗎就是 就是環出這樣子 你可以想的是webcam的一個環出功能 那 那因為還沒有做出來嗎 所以我就用這一坨東西做一個demo 那其實啊你就把那一坨東西 把它用一個黑盒子把它蓋住 就是這樣子哦 那我現在demo一下我的想法 我們剛才講webcam啊啊 那我就直接用這個 c922的攝影機來demo給你看 這個插上去之後會產生四個功能哦 第一個是電視會出現 ipad會出現 還有obs bypass 嗎接觸啊還有錄影哦好我接給你看 接上去之後 好你看你看第一個有畫面 電視有畫面 有聲音啊我打開給你看 嗨 嗨哦好那再來呢 ipad 也要有 ipad 也要有畫面 哦 ipad 也要然後再來呢 obs 也要 bypass 就是 usb webcam 的環出 哦這環出出來了 你可以用obs 上面做直播 再來啊可以做錄影 來 哦你注意看這邊我有在錄影哦 這邊有在錄影這樣子 這邊 那我們做出這樣的功能這個轉換器 我們要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了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到一些特別的名字 可以歡迎留言告訴我 那我現在想到的就說好吧 那就叫做 usb webcam 的 dvr 好了 好就是這一款新開發的 usb webcam 的 dvr 那他到底有什么用途 我干嘛為了一個邏輯攝影機 勞失動眾 其實是這樣子的 我們在學校的教育的用途 我們常用到一款叫做這個 usb 的文件攝影機 比如說這個用途好了 我舉舉例給大家看一下 插上去之後 然後呢這邊可以找一本書本 這麼個書本 哦這樣的書本 可以找個書本 然後呢這個電視就可以在教室 打給學生看 然後 ipad 你也可以拿來做直播 也可以當螢幕 然後也可以做錄影錄影在上面 那或者是你在 obs 上面錄影也可以 那比如說這個是 usb 的顯微鏡 他接上去之後就可以觀察微生物了 這樣 好這個可以看微生物 那我現在是接的一個是一個 樹那個樹的樹葉 好就可以看到這些樹葉啊小昆蟲啊 在電視上面顯示 然後也可以錄影在這設備裡面 也可以在 ipad 上面顯示 也可以在 obs 上面做直播 最後最重要就是這一臺 antom mini pro 大家有用過antom mini pro就知道說 他其實這邊有一個 usb webcam 的輸出 這個 usb webcam 的輸出 他的設計就是要連接到電腦 將電腦連接這個 webcam 的輸出之後 obs 就會抓到這一只的畫面 電腦會以為這個這一坨東西是一個 webcam 然後就可以在這個 obs 上面做 youtube 直播 臉書直播 或者是任何的直播都可以 那我現在不要 我把這個 webcam 輸出 連接到這一個黑盒子去 然後呢 這個黑盒子就會產生電視的畫面 也可以在 ios 上面做直播 也可以在 obs 上面做直播 都可以好 我示範是給你看一下 現在這個 antom mini pro 連接一臺 攝影機 然後我 我講這 我將這個 antom mini pro 的 webcam 連接到這個黑盒子 你看畫面 antom mini pro 的畫面 就可以承受在電視上面顯示 也可以在 ipad 上面做 顯示直播都可以 這邊就是 usb webcam 的 bypass 模式 所以我們再總結一下 我今年年底要做什么事情 我就是要把這一坨東西 把它濃縮成這個樣子 他可以吃 webcam 進來 或者是 antom mini pro 的 webcam 進來 然後轉換成四個功能 第一個變成電視輸出 第二個他可以在 ipad 上面顯示 第三個他可以有個 bypass 的 webcam 模式出來 第四個他可以錄影這樣子 那 主要我們的應用的應用的市場 就是在導播機啊 因為在這個年底的時候有很多的 導播機都會出來 那導播機的這個 uvc 的這個輸出 是一個標配 標準的配備 所以啊 我們做這個盒子 就是可以將這個導播機的功能更提升 另外啊 我們可以連接到教育用途這個文件 攝影機 讓這個文件攝影機的功能更強大 在這個教育的應用上面 會更有幫助 這樣子 以上謝謝大家